这啥呀 现在老流行了 我去哈尔滨的时候 看那个中央大街 那个门店里面老多摆这个鞋的了 这能说吗这鞋 你知道啥呀你 现在老多人穿了 我今天新买了两双鞋 一双黑色的 一双白色的 就是这种洞洞鞋高跟的 进屋开始他就吐槽 说难看 朋友们你们说难看吗 这让老流行了 三眼仔 那个是我后放上去的 是吗 那个白色的是一个大狗的 那个面子 白色多大吗 都是三六的 来朋友们看看 老舒服的 长大高个了吗 这不是 四年腿都长了 不是 可舒服了 穿这么高的鞋给我插多少 你看穿这么高的鞋给我插的东西 往前来 看肩膀 对肩膀平了再来 你脑袋长了 你脸长 瞪眼说一下话肩膀平了 来你穿一下 他们有很多人穿这个 还穿连续裙呢 哎呀妈 她穿个肩膀 就是我的腿肠 你跟她在一起看看 别那么笑 哎呀妈 这大姑娘的都没手 她还跟我抢呢 但是不能给她 根太高 你穿不了姑娘啊 歪脚 妈妈就平时穿 看伪生间修好了吗 要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 我们家卫生间 彻底修好了 跟大家讲一下到底咋的事 上次不是说了吗 是因为这个地漏这个地方 这个缝隙没有做好防水 完了才漏到楼下水的 然后呢我们 我去哈尔滨之前吧 我们就一直没有用这个地方 大概得过了一个星期了吧 我们给楼下打电话 楼下已经不漏水了 就说明就是这的问题 不是说防水的问题 当时跟我爸还讲呢 我就说是防水的问题 我爸跟我说是水龙头的问题 可能是水管没接好 然后我们花了一千多块钱 测了一次 测完之后结果 真的不是那些问题 就是这的问题 没花一千多 花多少 准确来说吗 你不说 你不说测一次的一千五 还是一千二来的 我找的是我朋友 我朋友找的是哥们 我买了条眼 二百六十块钱解决了 没花钱 这都没给钱 这都没给钱 不是这样赌完就行吗 他行 他说了 白白可以 那这啥时候咱能用啊 今天挺一天 明天就可以用 明天就 卫生间全都可以用了 太好了 太好了 我也想洗澡了 我也想洗澡了 太开心了 原先是觉得能花上万元 后来又说花个 一千多块钱 结果到之后 买了一点盐 把整个卫生间治好了 朋友多还好 朋友多 录好多 完了 我们俩现在有一个什么打算呢 就是这个水池子我们俩要换掉 这个真得换掉了 就是这个上面 它总是存水 存水太严重 然后有的时候这个地方不干 它就流到下面了 流到下面之后 这个水它就流到那边 因为它这是有点斜坡的嘛 有瞬间 所以就是花点钱 把这个地方给它换的得了 一招整完了 是不是 那你那个大电视还买不买了 不买 也不买了 就因为个卫生间 电视都不买了 我最近 最近有点 什么 这一个拉筷 我感觉你尝一点拉筷呢 这种拉筷 咋的 哪个拉筷又没结缓呢 最后我就想问问咱们视频前的朋友们 这些磕子吗 我真的看很多美女 就是特别时尚的人都穿的了 我一开始也觉得它不好看 但是现在很多人都穿 它就流行起来了 你们觉得这个好不好看 来评论区 评论起来 我买了一双黑的 一双白的 这个花了45 这个花20多块钱 现在就是这个状态嘛 你看我一穿上 哎呦 瞬间大伤腿了 第二双白的也让我给安上了 简直是太酷了 朋友们哪个好看